大家好,我是同胞男 我最近也在思考一些婚姻方面的问题 我经常感觉我情感关系上最大的阻碍 就是我现在这两个职业 脱口秀演员和英语老师 作为一个英语老师 现在还在一个培训行业里工作 教的还是出国留学考试 就你现在很难找到比我这个更绝望的职业了 我本来心态真的挺好的 我觉得录节目录得不行 还可以回去教书 谁整想录着录着一扭头 行业没了 录成全职脱口秀演员了 作为一个脱口秀演员 我们这个工作属性也很倒霉 就每个周末节假日我们都要演出 和女朋友基本休息不到一起 我女朋友都很诧异 说莫南就跟你在一起 我才第一次知道 就一个人啊 竟然可以在没有钱 也没有事业的同时 还没有时间 真是绝了 说你是怎么做到的 竟然能够在所有短板 一应俱全的同时 每一块还都短了这么歇斯底里 我经常感觉 如果说人就像是一个木桶 有长板有短板 那么大家路过我身边都得惊叹 说呀 这怎么还有一个托盘 我就纳闷 为什么人的优点 往往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但是缺点 竟然可以一点排异反应都没有 很容易就做到五毒俱全啊 我跟我女朋友一起去玩 一个丧尸主题的密室逃脱 就在那么一个沉浸式的 世界末日的背景下 我竟然能够做到 在比其他人胆小如鼠一万倍的同时 再比他们粗心大意一万倍 其他男孩都把女朋友挡在身后 端着枪跟丧尸激战正憨 只有我一个人 把枪落在了门口大厅的沙发上 我女朋友都看傻了 说怎么夜问啊 丧尸奔涌出来 给我逼到墙角 看到我手里空空如眼 他都给整不会了 因为我得把他杀死 这个剧情才能够推进下去 找了大哥比我还着急啊 我俩面面相去 他都开始说人话了 你枪呢 可以掏出来了 看看是不是在那兜里呢 我也有点扭捏了 我说今天来的是有点匆忙 不过您看这样行吗 挺黑了 我对婚姻的焦虑 其实也来于我妈 因为我妈从来不催婚 这反而激发出了一些 我对婚姻的欲望 我妈她对生活就非常的消极 你从微信名能感觉到 其泰然妈妈微信名 檀香深处 宁静致远 幸福每一天 我妈微信名就三个字 没必要 AKA No need 说墨南 你就没必要结婚 结了婚 还怎么 心无旁骛的 给妈妈养老啊 就住在家里 到时候你爸也退休了 他洗衣服 你做饭 两个巨婴 都在家里 给我玩这个乌鸦反补 养尊处优这么些年 也该补上劳动这一刻了 It is your turn 我竟然都问出了一个 我觉得但凡有点骨气的年轻人 都不可能问出了一句话 我说妈 那我老了 谁来照顾我呀 我妈哈哈大笑 说妈妈 谁还管得了你呀 实在不放心 你走我前面也行 我现在都感觉 我觉得如果说 所有的父母 都能够有我妈这种 毫不利人 专门利己的心态 就不催婚 甚至再决绝一点 能够拿出当年 阻挠咱们早恋的那个镜头 来阻挠咱们的婚姻 咱们结婚率很有可能就是上升的 因为结婚就成了年轻人心目当中 最叛逆 最摇滚 最先锋的事情 音乐节上 一群头发五颜六色的年轻人凑在一起 没有人POGO 没有人跳水 听嗨了 就在那拜天地 就在那哭呀 Are you ready 可以 可以 还是顶得挺高的 顶得顶得 其中一个大哥腰杆挺直 掏出一个结婚证 旁边都吓坏了 说呀 这东西现在可是很难搞到的呀 不愧是玩死亡金属的 这你爸妈不得疯了 大哥摆摆手 这才哪到哪 年底 我把孙子都抱上 记得我头目来记得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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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所有的幸运第二年都顶起来了 是 你苏清白得顶了又得 就秦莫哥继续得顶了 把那个凳子给周秦莫吧 谢谢 童梦产 三 二 一 哈哈哈哈 牙伸再送给童梦来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我天 他们俩惊到我了 她 她的这个观点和她那个观点 他们俩惊到我了 哪个点啊 真的 就她刚才说 后面这一段 就是她妈妈说 死亡清楚这个 嗯 真的 我觉得这个观点 真的惊到我 你妈太牛了 对 在我妈的世界里 反正只要我不结婚 这个世界要少了一段 乏味蹩脚的婚姻 多了一个幸福自由的母亲 真的 双赢 你带我问你妈好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我妈特别喜欢你 真的 这特别棒 这个 我妈 我妈以前也是 我以前带我女朋友回家 我妈跟那女的说 要么你再想想 哈哈 反正他们老劝那种 莫莫其妙 我妈也是 就是比较了解你 她开心就行 对对对 孟楠的表演好 好厉害啊 好像第一场的时候 还有点 对这回太酷了 对 第一场没表现得特别好 感觉还是对场子 不是特别的熟悉 对 这回造起来了 今天已经变成主场了 对这一次 稍微适用 但也确实没辙了 就大家太强了 就我第一次感觉到 幽默原来是这么让人 恐惧的一件事情 就我上一次录制 我确实是吓到我了 嗯 你也很强 他们看到你也害怕 我刚才 他还没说以前啊 从那边走过来的时候 我突然在想说 真的 这个脱口秀的这个形式 可能会有更多的人选择 嗯 现在你们剧场在哪 我以后来经常去看 正儿八经 看 太好了 欢迎啊 我觉得很好 我还在那个rock 听着音乐节 然后听到拜天地的那个 我觉得那个真的 他的 那个点挺好的 他的情境构建的很荒唐 但是那个点都很准确 有道理的 嗯 用的词 其实我在想 他用什么词来收那一段 来用的是拜天地 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 而且那帮音乐节 本身就要就是这样 然后他就能想到这种 拜天地的 这样 恭喜莫兰获得了 四个领校园的拍照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莫兰进入等待区 内投第一 最后匹配到两位这样子的对手 什么样的心情 我感觉我在他俩中间算中省呆 凯元老师是比我早的 莫兰是比我宛如航一些的 我觉得我们三个还挺有代表性的 老中 老中行三代 我 我就三代同堂 选打进老院 脚踢幼儿园 对 能有这么一个机会 跟秦骨老师比一场 就是挺难得的 既是一个挑战 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很刺激的一个人生 好 好好给你上一课 对对对对 那我就选排名最靠前的三位 他们三位一直在下巴跟我们说话 新人怎么那么狂 你们的气势去哪儿了 养着下巴走路那个气势呢 我要干前三 好 是吗 好 上一个赛段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太狂了 所以这个赛段一定要好好比赛 所以我也想接着有机会挑战一下自己 没想到一挑战就挑战得有点大了 就是这挑战到秦莫老师那需要 干嘛呢 秦莫老师 要不要一起下来商量一下对策呀 今天可迟到了啊 秦莫老师 秦莫哥 快快快 我给你来分析分析 给你讲讲这个梗梗 我这儿还有一个打破第四度强子 秦莫老师 我也有一个改动 秦莫老师 他虽然作为我的对手 他还是很积极地来帮我改稿 因为我们都住在同一个酒店嘛 所以一楼的大堂里 能够看到秦莫老师会给很多人再改稿 大家在酒店呆着非常的焦虑 你不跟人聊 不弄稿子 你就感觉自己慌 我的压力倒不大 因为我的目标不是战胜这些新人 对我来说 这个段子演出来以后 能不能让自己满意 我的两个对手 一个是最强新人通胞男 一个是最强老人周奇墨 所以我也就抱着出现了希望活一活 这两年经历的东西让我非常的不自信 但是就像忽兰鼓励我参加这样一样 就是你可能再多试一次 可能就站起来了 海原座能爆发起来 我觉得也是不容小觑的 周奇墨的话他的段子很稳 另外两位选手没有办法撼动他第一的这个位置 非常期待同胞 觉得他真实的实力绝对不是处于在那样 所以说他们三个真的不一定谁走谁走 你又听进去了俊姐 对 这个好笑啊 这个乐观 对我又听进去了 产生了好多画面 哦 是什么画面呢 Mr. White是不是 Mr. White 他们大老外 真的是编的还是他们真脱衣服在那坑里头 我但愿我说的是假的 但是真的就是这样 我是真的 他们他们真的特别奇怪 哦对俊姐 俊姐知道 对对对对 俊姐有过也曾经有过一个那个 学人 对对 因为有些事情不确认你知道吗 就是比如他什么时候看着你 都觉得你太好看了 他说 然后我就有那么好看吗 我五天不洗脸看你好不好看 哦 他也看不出来 他就说哎呀太好看了 哎你要不下次试试俊姐的照片跟你那个 咱们认为好看的他都不觉得好看 所以他觉得李大人好看 他妈 哎那有外国老公跟他吵架会怎么吵啊 双语的吵吗还是什么 不其实要是表达爱情的时候 你可能很在意你这个语言 你这个措辞 这骂起来其实都一样 都是吧 嘴型都一样 对 其实骂起来不用听得懂 也知道在说什么 精神到位了就行 我觉得还有画面啊 那种文化差异题是挺甜蜜的 就是真心的觉得 就是那个怎么说 蓝明秀状 蓝明秀上的那种感觉 是挺特别的一个 对 其实我也是 我本来跟我老公 就因为疫情分开这么长时间了 这次我被抽到了这个题 就导致我就得老跟他连线 回忆一些往事 本来想回忆的都是 想回忆点甜蜜的 结果最后回忆出了 一个锅包肉 一个厕所 但是确实让我觉得 就是这个主题 还是让我挺想的 我们恭喜彩玲 找到了一般的人 找到了很棒的爱情 获得了四个牌灯 请进入等待区 谢谢大家 有惊喜 彩玲非常厉害 而且我感觉也太聪明了吧 就是经过一场比赛之后 进化的就非常的快 他比上场好太多了 这些学霸都是超级恐怖的 他们学东西也太快了 我们可能几年摸索明白的事 人家几期节目就摸索明白 欢迎来到脱口秀小会 脱口秀演员的择偶标准是什么 我觉得有共同爱好可能比较重要一些 我觉得得聪明 有趣 希望另一半能够听懂我的幽默 我标准 我觉得这个就是不能播 你说 你说一个没事 不能播我们就剪掉 你喜欢什么长得好看的呀 能播呀 给他播出去 哈哈哈这段别掐啊 不是因为因为你这样说会给别人造成一些外貌焦虑 你还能给别人造成外貌焦虑 哈哈 我觉得你外貌焦虑非常严重 哎你这说话挺杨厉啊 哈哈哈哈哈哈 这段这个就是前面那cp呢我完全没听懂啊 但是这个死后被人发现这一段 我对这会儿抬杠出我就太爽了 哈哈哈哈 我回忆起了 啊 刚认识你的时候你讲段子的那个路数 啊 其实海员刚开始讲脱口秀的时候 大家都 就是他会发现一个特别特别刁钻奇怪的角度 对然后一点一点一点你都插不进去 就是就是他说这个这个这个话题就催婚这个话题 真的一了解的时候就容易特别婆婆妈妈加上了一段 但是被他用这种方式一说的时候真的太好笑了 他就是这个很很清晰 但那个你你科 cp 那个你听懂啊是吧 你说什么我因为真不懂那套语言那什么意思 我第一次听什么那个什么还还死 哈哈哈哈 你们都落后了 那全听懂啊姐 真的 说的多好啊那段 把我杀了给别人住住姓啊 这是真的 这不是你编的 这是真的话 哎 刚才他们说这时候我不可思议 他们说这是真的 他们说大家就是这么样说话 而且他 而且他还找不回来了 他说 他说他们家猪也上头了 真的有人这么说 哎呀呀呀呀呀呀 我以为是你编的一个特别荒唐的梗呢 我说不是 你让海员怎么堕落到这个地步啊 胡说八道 我没有堕落 我只是去解读了一下他这句话 这现在在网络上可以看到哎 这平台都可以看到 我拍灯就是因为他后来突然说 父母是科CP的那个 对那个很好 不过那个点实在太巧妙了 非常好 我从来没这么想过 太靠谱了 父母总是说你到什么岁数就该结婚 是不是 平均岁数应该平均结婚 那平均年龄就该死对不对 但是但是不应该的 真的说得太好了 这个段子 哎 冠军啊 冠军哪 瞧我话 先晋级先晋级不一定能晋级 星姐第一次说出了冠军 哎哎 我们就是柳丸花鸣 我们我们最开始也 因为两位那两位也很强 觉得宁可能 但是就刚才那两个线 我们觉得真的是 我特厉害 厉害厉害 你妈太牛了 对 在我妈的世界里 反正只要我不结婚 这个世界要少了一段 乏味蹩脚的婚姻 多了一个幸福自由的母亲 真的 双赢 你带我问你妈好 谢谢你老师 谢谢你 我妈特别喜欢你 真的就特别棒 这个 我妈 我妈以前也是 我以前带我女朋友回家 我妈跟那女的说 要么你再想想 反正他们老劝那种 莫莫其妙 我妈也是 他开心就行 莫楠的表演好 好厉害 好像第一场的时候 还有点 对 这回太酷了 第一场没表现得特别好 感觉还是对场子 不是特别的熟悉 对 这回造起来了 今天已经变成主场了 这一次稍微适用 但也确实没辙了 就大家太强了 就我第一次感觉到 幽默原来是这么让人 恐惧的一件事情 就我上一次录制 我确实吓到我 你也很强 他们看到你也害怕 我刚才 他还没说以前 从那边走过来的时候 我突然在想说 真的 这个脱口秀的这个形式 可能会有更多的人选择 现在你们剧场在哪 我以后要经常去看 正儿八经历 太好了 欢迎 我觉得很好 我还在那个rock 听着音乐节 然后听到拜天地的那个 我觉得那个真的 他的 那个点挺好的 他的情境构建得很荒唐 但是那个点都很准确 有道理的 用的词 其实我在想 他用什么词来收那一段 用的是拜天地 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 而那帮音乐节本身 就要救他这样 然后他又能想到这种 拜天地的 恭喜莫兰获得了 四个领效员的拍照 我第一轮的时候 我就是在模仿 我就是在模仿安东力 第一轮之后 有很多人说 我甜嘴唇油腻 有很多人说这个 但是我想诚信一下 我不油腻 我是在学他 这是他的动作 我是在学他 可能是因为他长得帅 所以他还好 我可能不好看的时候 会显得油腻一点 然后到第二轮 我就没那个臭毛病了 因为我第一轮是因为 我是三一份刚尝试 第一份是完全在学他 然后到第二轮的时候 其实没有那么学他 我第二轮下的 网兰跟我说 你第一轮很像 阿森林 你现在已经不像了 已经开始慢慢有自己了 我就很开心 就不像他了 我希望其他演员也是 你们想模仿一个 其他成熟演员的话 早戏可以模仿 但到后来还是要 有自己的 我肢体坐着吧 我坐着 我放松一点 耍上手机啥子 我正常会记一些 乱七八糟的想法 脑袋里想什么 这不一定能用 脑袋想什么 我这张脸吸引了不少人 他们都是整容大夫 我在家的人面前 我其实是非常 内向跟腼腆的 我家里人从来不觉得我幽默 因为我不怎么说话 跟我关系比较好的同学之间 可能话多一点 会讲些笑话什么的 当时直接的吼儿 也没想过自己能靠 说话挣钱 因为当时我的意识里 说话挣钱 就是诈骗跟要饭 这两个职业 对我来说是蛮大的挑战 因为我爸妈 他不太希望我从事 能不劳而获的职业 希望卖艺 什么 我小时候 中央三 中央三有一个节目 我不知道叫啥的 大概是不是叫快乐一战 还是叫什么东西 我是觉得 江坤和 就是马迹江坤 包括 侯宝林先生 就马迹江坤 主要那个时代吧 他们可能的东西 会更贴近时代一点 会具有一些讽刺性的意义 我觉得从意义上来说 可能更接近投稿秀一点 就是表达观点 投稿秀是表达观点居多 然后相声是 虚构一个故事居多 这么看来我应该是相声 队友 我应该是相声 队友 这是我的理解 希望相声界同行 不要骂我 但是我知道你们也不会看这个破节目 哈喽 大家好 这是一袋垃圾 跟我们一样 这是一袋娘婆 谢谢 那种话 好 我有时候有强迫症 我要确认后 里面这个门座 车这么快吗 那我快跑两步去把垃圾扔了 昨天给我同学打电话 他说你总这么下去 会不会你说啥东西 人真当真呢 发生见了 我反正真干了 他们还以为是假的呢 非常的机智 非常的机智 小旁 这边晚上有一个喷泉 特别的牛 我很喜欢在街上或者在公园里瞎溜的 就是脑子里 就是平常是啥都不想嘛 比赛的时候是脑子里想着一个 想着一个梗 也许现在说发散方向 我有好多梗的发散方向 是我七天动车时候想出来的 就是我七天动车 从我家里到开封埋的场地的时候 因为那段时间 你知道你要上台了 但是你梗还不行 让人就很着急 那段时间其实脑子是拽的比较快的 而且一边系电动车是会活跃一点 哇 喝饮料好开心 我小时候很不能接受瓶装水这个东西 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水 它为什么要卖钱呢 然后小时候再喝饮料 看一下这个湖啊 是我爷爷当年设计的 你看这是不是很漂亮 这个湖 我很喜欢水 可能是因为我老家没啥水吧 我很喜欢水 我到一座城市会去看它的竹干河流 我最擅长的一点是看水色 是看水色 就是看水的颜色 判断它是不是很养育 这个就挺好的 坐一会 你们知道柳蝶怎么做的吗 不是 那不是 柳蝶是那种拐的 你把皮给包下来 把皮给卷下来 现在有点老了 它那个皮已经老了卷不动了 我拒紧吗 还好吧 因为颜和祥 我吐槽武士给颜老师写稿 当时就发现 颜老师他的语速 会比我们托国顺元要慢很多 但是他的气场很稳 他比我们气场都要稳 然后效果也贼好 所以当时我就想我也慢一点 因为我之前很快 大家可能没怎么看过我之前的演出段子 我之前演得很快 而且由于我的说话习惯问题 我会有一些图字不清 所以我想我也慢下来 我最开始的就是把我正常的段子稍微慢点讲 然后慢着慢着就发现 就忽然想到 哦 这车过去没事 就忽然想到 安东尼 因为我很久之前就看我那个人 然后当时就觉得很深刻 但是没想到 就是没想过能像他那样讲 忽然想到这个人就开始行 我也往这方向写吧 就开始慢慢写 就慢慢成为了现在的 他的舞台人格是个大混蛋 我肯定不能是大混蛋 我希望慢慢找到自己的舞台人格 当然目前还没有找到 我希望 到明年夏季节目的时候 我能够有一个稳定的舞台人格 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 就是有几个一样的舞台人的舞台人 要不去 Bean 他找到风格之后从人变成了神 我觉得这个评价太高了 但是是我心里神样的人物对我这个评价 所以我非常的开心 其实我在舞台上的笑啊 是我设计的 我并不是憋不住 有些人说你憋不住了很可爱 我确实很可爱 但是并不是因为憋不住了 并不是因为憋不住了 因为那种笑吧 就像Answer你一样 它是消解观众的压力的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有时候你就跟着笑点没啥 但是这玩意儿你要进行设计 哪个地方适合笑 哪个地方不能笑 而且你讲断子的过程中 你不能笑啥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这也是要设计的 看来看这里有鸭子 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果你想养鱼的话 鱼汤里面尽量不要有鸭子 因为会吃鱼苗的 大家看一下这沙子都很白 一般白色的沙子都会有甜味 因为沙白甜嘛 我解释一下 我为什么放弃周席默 带给我的喜剧圣经那一套的方法理论 因为那一套演法的核心 非常重点的在于表演 我没有表演能力 我的身体里面有一层屏障 它来阻止我去表演 我真的不敢去表演 这点是阻止我讲喜剧圣经那一套的一个障碍 现在讲one liner之后会感觉自己很舒服 很舒服 因为不需要那么多表演 我在舞台上我任何的形象都是我那个声音 我那个状态 我只是通过侧脸或者转身去区分人物 就行了 我现在只需要的是装纳 营造纳一个舞台人格 就可以了 有人问我有没有考虑过转型 就是有人问过我有没有 就会不会一直坚持弯乱这个风格 我现在告诉大家 目前会 因为目前还没有其他的能耐 所以就继续努力吧 希望大家不会腻 因为中国我们是地大物博的 换一本人 不行的话去唐人街 也可以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维持一个高质量的审美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于谦 什么 什么 就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首先吧 感谢脱口秀大会 栏目组对我的邀请 是你们 让我体会到了 挣钱不用分账的快乐 本来开场的脱口秀应该是 淡总 他给人说 但是今天呢 我们有一个特殊情况 这场有一个专题 名字叫 今天你的人设崩了吗 这是一个疑问句啊 我觉得 李淡不太合适 因为李淡的人设崩了已经不是一个怀疑的问题了 当然了 我也不想说我 因为我的人设根本就崩不了 真的 当然可能也是没有什么崩的余地了 但是这层意思 在我们生活当中一直就有 什么叫人设呀 就是你在别人眼里边的状态 你在别人眼里是个什么人 对吧 有人说 这人真不错 过两天再也接触 这人怎么这样 这就叫崩了 对吗 我的人设大家都清楚啊 我正想说这事呢 真的 有时候跟粉丝打招呼 你就说 这碰人的粉丝 人干着你 非常热情啊 过来 于老师 抽烟喝酒烫头 你说粉丝跟你打招呼 你要是不回答人家 不礼貌 但是你说这个 你让我怎么回答 我有时候 我就还想跟他解释解释 我就说 相声里边的都是编的 他就跟我说 对对对 就是你这是真的 你说多可气 听着这事我就生气啊 我要不是手里拿着烟 我早拿酒泼的了 我没有 但是你没辙 这就是我的人设 你说一个男的 我还是一个演员 居然有抽烟喝酒烫头 这三个词 来当我的人设 我的人设还怎么崩塌呀 所以我也奉劝栏目组啊 不要对我抱有什么希望 不要对我抱有什么幻想 我这个人设 各位 不会崩 我深刻体会到一个道理 基础低了以后啊 不是什么坏事 真的 老说 这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真不是什么坏事 所以我觉得 我这人设不会崩 我抽烟抽得越狠 我人设站得越稳 不是就是抽烟这点事吗 对于我来讲 在人设这不叫事 有的人不成 哎 这有 有人抽烟让人拍下来了吧 大家都知这事吧 你看 这就不行吧 还弄出挺大事来 对吧 但是你要说我 放在我身上抽烟这个事 我说哥们来 我抽着烟你拍一个 你肯定说 我拍那玩意干嘛呀 你天天抽烟 我拍着有劲吗 要么你把烟掐了 你拍不抽烟的 行不行 前两天我在我的马场 我自己有个马场 大家都知道吧 养很多小动物 我在我的马场 餐厅里边 请了一帮朋友吃饭 结果一边喝酒 一边聊天 一边抽烟 朋友拍了视频 传到网上去了 有很多粉丝就开始攻击 就开始骂 吕谦 太不道德了 一点功德都没有 公众场所你就抽烟 我给他回 我说兄弟你看仔细 这是我们家 我们家就是大点 你这应该 他就没话了吗 人还有话 你们家怎么了 你们家你 你也不应该抽烟啊 你抽烟 你最起码 对你自己身体 也没好处啊 你都这么大年龄了 对不对 你不想着自己的身体啊 你怎么这么 不注意自己身体啊 你看 听完他这句话 我就很感动 你这些人 他在骂不上你的时候 他就开始关心你 你说这个人 你这多欠打啊 这玩意儿 喝酒我也不认为 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 但是这油饮怎么办 油饮 少喝 我也以前不行 以前就经常喝多了 这现在网上 还有我喝多了 上台的照片 包括视频 都有 好些朋友都看过 后来自从那次以后 我觉得实在是 首先对不起观众 这毛病得改 我就 这个 给自己定了一规矩 什么规矩呢 就叫 上台之前不喝酒 喝酒就喝老村长 反正也得说 我就这么愣说 你们打我呀你们 然后我就感觉 我那句话呀 就 说的有点不太准确 什么叫 上台之前不喝酒 我就改成 喝酒之后不上台 所以你看我现在很少上台 这得了 说的都是咸 忽兰 到底他的吐槽热力是怎么样 我们等这一组全部都表演完了之后 我们再组一公布 好不好 所以他们这一组 下一位就是 下一位 杨和强 杨和强作为一个得益社的朋友 在我们效果文化的舞台上 已经活到个半决赛 大家也注意到了 我们自己人已经走个大半了 这是为什么 哎呀 就是两个公司实力差距太多 不不不 这个是我们从他们那个评书里学到的一个 简单的小智慧 两军交战不展来时 让我们场星有情来时 严和强 谢谢大家 我叫严和强 然后他跟我叫来时 你等着我的啊 你等着我的 这次选大魔王的时候呢 我选的是罗祥老师 为什么呢 因为这跟我有点渊源 罗祥老师被网友评为法考界的郭德纲 人家讲法律讲得特别有意思 跟说相儿似的 您说您这不是乔我们说相儿的饭碗吗 那我们还能怎么办呢 我只能来抢脱口秀演员的饭碗 关键他们的饭碗还很好抢 你不知道 连马思纯都潜到了 抢了一次又一次 你看把孩子给撑了 其实啊 我选罗祥老师是想咨询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 罗祥老师 如果斗根演员抛弃了 捧根演员 有没有义务向捧根演员支付抚养费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捧根演员去给别人捧根 够不够成婚内出轨 如果不够成的话 你愿意收留我这个小寡妇吗 罗祥老师在网上有很多视频 大家跟我一样都特别爱看 说是讲法律 其实就是编排人家张三 张三今天咬狗了 明天嘛又贩卖盗版书籍了 后天飞离女同志掉进了凤坑里 都是他编的 编完以后他坐那问人家 啊 张三构成什么罪 构成什么罪啊 罗祥老师 张三构成什么罪我不知道 我知道你对张三构成了 侮辱诽谤诬告陷害罪 反而看了您的视频我知道 张三如果咬您的话 属于正当防卫 这个开玩笑啊 其实我还是很喜欢罗祥老师了 这个讲法律讲得非常有趣 比那个《今日说法》里边 有个姓张的主持人讲得好多了 不是你啊 不是你啊 不是我 没没没 不是你啊 我看过啊 你讲的叫什么玩意儿啊 对不对 那人叫什么来的 哎 那邵刚老师 你也在央视待过去吧 你认识他吗 非常熟 就是张三 你想了解点什么吗 下面细说啊 这个罗祥老师之间在网上啊 写了一个读书摘抄 后来被网络暴力了 然后罗祥老师就退出微博了 后来有人就劝罗祥老师 说你应该告他们呀 告他们侮辱诽谤啊 你一个教法的 在保护自个儿的时候 为什么不用法呢 后来罗祥老师说我用了 我用的是孙子兵法呀 三十六计 走为上计 您这不就是跑了吗 三十六计 您要跟他这么说的话 您要我这个小寡妇跟您了 您这就中了美人计了 下一个大魔王是组团来的 五条人乐队 青年乐队夏天那个节目老火了 导致观众一再复活 他们复活了三次 你想啊 五条人复活了三次 等于捞了十五条人 一淘汰就复活 一淘汰就复活 就我特别想用我师父那句话 问问你们俩 你死不死啊 这个有人说呀 五条人乐队的这个歌词 特别的水 是吧 其实不赖他们 他们审美都上不去 刚才我在下面跟任柯聊天 他告诉我 他最喜欢的歌 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洗刷刷 就那个 洗刷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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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 这歌有什么好的呢 我就纳了闷了 人家大张伟老师 最好的歌 我认为应该是那一首 阳光彩虹 小白马 滴滴答滴滴答 关键是 我觉得这首歌 这个滴滴答滴滴答 接什么都特别好玩 你看这吧 比如说 阿珍爱上了阿强 滴滴答滴滴答 我不违和 所有年轻人 年轻人 滴滴答滴滴答 黎雪芹跟孟哥谈个跑了 滴滴答滴滴答 这个说点别人吧 那个大司马 听说嘴非常的硬 打游戏 不管什么失误 他都能给圆回来 说不是问题 这不是不亏 不过他最近亏了 因为买基金了 大张伟这一季的节目 我觉得太闹了 就他的脱口秀 你发现融合了很多艺术形式 二人转 相事 魔术 杂技 真人秀 变装秀 完了有人就问大张伟老师 就是说 你说脱口秀的技巧究竟是什么呢 大张伟这么回答的 就是不说脱口秀啊 滴滴答滴滴答 一离敬老师的采访 攻击性非常强 让人不知道怎么回答 所以有时我认为 只有捧一切都能捧的 于谦老师 才能对答如流 一般是这样的 于谦 你认为的捧根 就是每天在台上受 郭德纲侮辱吗 我新鲜 你每天在台上被郭德纲侮辱 你家人能接受你吗 你管着管不着 林谦 你知道你爸爸究竟姓什么吗 没听说过 今天是半决赛 你们也看上来了 我下了血板了 我师父 于老师 包括我美人计都用出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可能也回不去了 因为真的 因为就是 就是吧 就是 就是 其实回去的话 也没有人给我搭档 也不能再上这种节目了 我刚才这个是苦肉机 谢谢大家 我就是诡计多端的颜鹤翔 好 3 2 1 手票 最初心的颜鹤翔先生 自己在那碎嘴叨叨 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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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叨 一进自己没搭档 又是坠婿啊 又是个小寡妇 你知道听到我们都不忍心 鹤翔翔 那么 我们来拭目以待 究竟 到了最后一期 颜鹤翔翔能否等到 他心里面的 那个男人 掌声欢迎 颜鹤翔的 帮助嘉宾 有请颜鹤翔 盘鹤翔上台表演 颜鹤翔翔能否等到 我来拍点照片啊 你继续啊 我穿得这么厉咯 大褂都穿上了 你怎么上来了呢 我怎么就不能上来呢 在下啊不猜 效果郭麒麟 谢谢 谢谢 给各位拜个晚年 才效果郭麒麟 我跟郭麒麟 说的是相声 你们这舞台 哪像相声 半上不就像了吗 让我从我的后腰 套出一个小道具 你就说巧妙不巧妙 挡住了吐槽 没有挡住赞助 这什么玩意儿 无所谓啊 舞台再减捞 也不影响我多冠军 还是很有自信 因为呢 最后一期了 其实应该说点 掏心窝的话了 说呗 我对你们这个单位 其实意见真挺大 就是最后一期 说掏心窝子的话 就说这种话 太落后啊 同志们 等一下啊 你有什么资格 批评我们落后啊 还不承认的是吧 我当然不承认 你说说 这节目从第一期 落到现在出多少事 您都预料到了 您都预料到了 我就算安全性免到今天的 那您得说说 今天啊 我就给你们传授一下 优秀先进 并且安全的戏剧团队的经验 咱们应该听一听 应该听一听 应该听一听 应该听 首先啊 脱口秀这个行业 不讲规矩 怎么说呢 你看 那不行 你看你啊 第一届脱口秀大王 是我 后边新人来了 对你有尊敬吗 没有 我来了这么多期了啊 王勉给你七个茶吗 没有 忽兰给你垂过腿吗 最可气的就是杨蒙恩 居然没有给你磕过头 一次都没有啊 这个吧 不想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呢 你们没有论词排班 是这个原因 你看 我们好歹 有个云鹤九霄 对不对 你们再没文化 你们起码 你来个一二三四也行 你看到那个时候 磅礴 就不能叫磅礴了 那我该叫 庞一博 这个好这个好 挺有意思 这个名字呀 怎么样 这个名字我的命格担待不起 王建国 就不能叫王建国了 他叫什么呢 王二建国 他是个四肢弟的 王二建国 你看 你看一个一博 一个四肢弟弟 你们这个流量 粉丝能到三千万啊 可是不是 等一下 我说你一句啊 你惹事 回你们自己单位惹事 好不好 不要在我们这添乱啊 行 行 这样吧 我就 我不说别人了 我就单说你 单说我 单说你 我们这行业里没有其他人了 哎呀 这个这个这个 你还是看一眼 提字器吧 我觉得 你们单位最大的问题 实际上是 整体学历太高 哦 你给我放眼一看 全是大学生啊 大学生有什么问题吗 那不行啊 本来其实是有一个高中的 但是人家走了呀 那么这个人是 这个人现在不太方便提 咱先不说了 关键是 你们就不应该去学校招 你知道吗 那去哪招呢 找堂子呀 放馆 动物园 这种地方 哎呦喂 你们单位 你看连个胖胖的服务员都没有 天哪 这么神奇吗 你别在这儿映射我师哥 我告诉你 今儿咱们神奇 您说说我 我讲讲别人 这都不重要 关键我说说你 嗯 在你们单位像你这种 长得好看 是啊 说脱口气又不可乐的人 嗯 你应该怎么办 我应该怎么办 你应该走饭圈路线啊 走饭圈路线啊 但是一博你得注意 不能轻易谈恋爱 我已经结婚了 我就跟暗词说好不好 咱们这个提字记是有作用的 这不就是提字记写了吧 我得说清楚 他还知道说清楚 但是大家很危险 我告诉你啊 真的 现在这个时代 你真想火 说这个不行了 想火 确实想 说这个不行 你给顺应时代潮流 应该怎么着 怎么着知道吗 嗯 拍短视频啊 那样涨粉才快啊 记忆规划只能靠自己 舍后 这种东西是一样的 行行行行行行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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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职业生涯 没有干过这种事 谁放的音乐 你这教我这 都是些什么东西啊 就你这 你还想拿冠军呢 那我怎么着 才能拿冠军呢 你教了我半天经验 你们德云社 最简单的那一条 你怎么不用呢 什么呀 就是你们到了 所有的喜剧节目 到了最后一期 临门一脚 想冲击冠军 不就是靠马人吗 你说着都白说 我们单位的人没来啊 别着急啊 你不都效果坠续了吗 我们的人 不就是你的人吗 来吧朋友们 好 好 好 我 要 拿下 来吧 哎呀 这个场面真的似曾相识 怎么样 这也是我期待的场面 有没有一种回到单位的感觉 人都马齐了 现在就看您的了 好 吐槽大会有一个小曲叫大石化 献给在座亲爱的各位 有些编辑我感觉是被你们扭枪指着 说天亲 天也不算亲 天有日月和星辰呐 日月传索催人老 带走世上多少的人 你说说这些嘉宾 说一例敬亲 一看就不亲 他那采访没安好心呢 一季吐槽大会录到最后 吓走多少嘉宾 我算了二十三个 说建国亲 雪琴都不跟他亲 背着建国外边找情人啊 他和那个孟赫堂俩人问得咪 全忘了雪国列车这等好CP 也成寡妇了 说大张伟亲 就枉免跟他亲 继续叨叨潮的人 很投运的 如果说吐槽大会不让用刀鞠鱼 他们节目到不了第二轮 把我们这当低厅了我跟你说 说李战轻 这个对亲 这是我们的老父亲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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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和那个张绍增俩人配的好啊 这么说来他算有母亲 要说亲现场的观众最亲 观众也有按心连着心啊 曾经这早年间有证据骨话 没有君子不养义人 抱拳拱手尊列位 愿助位赶紧投票 我想当冠军 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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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投票 投票 可以 投票 太牛了 下 下 赶紧下 不要乱 孩儿们 孩儿们 给我滚 他消失 都要轰走啦 这样啊 妈妈 三 二 一 锁票 锁完票我再说这句话 效果文化 听不清 标点脸好不好 怎么到了最后 你也是 你干嘛呢这是 都是编剧写的 这都是他们给消失 赶紧 快快快 快快快 哎呀我的老天 好 再次掌声送给 梁和祥 旁波 太炸了 但你们太耍赖了 耍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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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愧是这个先进的喜剧团体 刚刚他们这个创意 我都怀疑就是大张伟想的 受了很多启发 对 受了很多启发 吐槽大会 大家在整个这一季节目里 互相比 没想到在比赛的中途 还互相学习 可以的 交流 对不对 应该的 很好 我们是一个有爱的节目 互相学习 我现在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说 那个卓璇和王勉 能不能站一下 没别的意思 就看一下 好吗 两个人就隔着这个带子 隔着这个带子 不要凑太近 王勉 不要凑太近 客户 你怎么在客户 你这越来越不专业 客户就掉地 来 逼 我给你讲 你直接往下起 你就看上去 哎呀 确实是更高的一点 好 那我们今天也来 有请没有吉他的王勉 看他会不会有多惯事 那么好笑 欢迎王勉 王勉加油 我说 我是生下麦 沈志玄的麦站的不够高 来 大家好 我是王勉 今天啊 确实啊 那杯吉他 就不唱 本来啊 是想唱下来着 但是一看阵容 不行 有张雨琪在 我唱歌肯定不是最好笑的 浪姐你们看了吗 我看那个节目啊 主要就是跟他学习喜剧技巧 雨琪姐啊 公鸭嗓加跑调 越认真越好笑 都说啊 唱歌好听的人 是被上帝亲吻过的嗓子 你听他唱歌 你就感觉 咋了姐 李旦琪你嗓子了 你很难想象啊 长得像花一样 能发出那样的声音 前两天 又上热搜了 唱了一首大花叫 这大花叫的那个惨啊 就这样的作品 我不能独享 我必须众乐乐一下 啊 老师 美美独上了耳朵 接下来啊 今天同样到场呢 还有张雨琪的弟弟 张延祁 我就 我就一直有个问题很困扰 就为啥这些偶像团体啊 他们每次出场 必须加上团免跟首饰 我俩第一次见面 我都懵了 我说 你好 我是王免 他说你好 我是Rice 张延祁 我说大哥 你不羞耻吗 你都22了 在我印象里啊 上一次出场 有种标志性动作的团体 还是没上去战士 就感觉雨琪姐看到你都想当张雨爪剪掉 就幸好我们公司没有这个文化 如果我们公司有这个文化 我早辞职了 真的太傻了 大家好 我是效果文化 王免 回来啊 前不久录了一个综艺 你们看到吗 对 哈哈哈哈 说实话 那个节目很好看 但是确实啊 就是热搜不太多 我就一直在想 你说这个问题出在哪 明明啊 是吧 一帮老爷们 一个比一个火 为啥没热搜呢 直到前两天看到延祁自己的热搜 我才发现啊 这个问题就出在只有一帮老爷们上 哈哈哈哈 接下来咱们就好好聊一聊 这个张延祁还没有公布的地下的 好朋友 江云生 好吧 哈哈哈哈 江云生啊 都是男生 大家就坦诚一点啊 渣男 前不久啊 在微博上 发了个微博 介绍自己 说自己是占星家 塔罗家 预言家 艺术家 巴拉巴拉 啥都会 就你他看似吧 他好像啥都研究 你们仔细想一想 其实就是研究女生喜欢啥 出去自我介绍 你好 我是江云生 我是个占星家 塔罗家 预言家 艺术家 微信家一家 我想有个家 哈哈哈哈 一丽敬老师 一丽敬老师 我看过他采访 问题就是非常犀利 是吧 风格很犀利 他所有问的问题吧 你就感觉目的 就是揭穿对方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啊 啊 你不是在自我安慰吗 说白了 我甚至 他现在想问我什么 我心里一行二出 王勉 你觉得自己搞笑吗 你抱着急的多问 你不心虚吗 脱口秀是不是眼里那样 我不知道 你觉得是你这样吗 好老师 别问了 别问了 最后啊 陈卓璇 为啥把他留在最后 因为我真的 根本就不用吐槽他 我最近发现啊 就这些 偶像团体 你想毁掉他们 真的非常简单 你根本不用说他们 什么没有作品 能力差 一句话就能毁掉他 陈卓璇 我俩谈恋爱了 我公开了 我的天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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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不要脸 丑不要脸 我现在就发一波 光不光 我今天把他捶得死死的 好了好了好了 不信 不信你们想一想 为啥 他们团 前三名我们都没请 请来了第四名 有人呗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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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啥啊 给我站的不够高 是吧 就和我呢 我们家璇啊 大家都知道啊 特别喜欢商务 你说他得多爱我 今天把商务都给我 CAP直播客 在家就能跟教练上的直播客 全新的运动模式 CAP直播客 燃脂更快乐 怎么样 快乐吗 陈卓璇啊 你不要站得高吗 我帮你 我让你高 我最讨厌高的人了 我也不拉票了 好不好 今天大家怎么投的无所谓 好不好 反正毕竟 我俩都是一家人 好吧 谢谢大家 王脸 大家不要忘了投票 三 二 一 请锁料 两位各自为自己的队伍 赢得了多少吐槽热味 第一个上场压力是蛮大的 但是就是因为压力大吧 所以能做成这样 我觉得对自己还是很满意了 就我这一年都在比赛 无尽的在被对比的过程当中 就紧张死人了 但确实这个赛事 把人逼得就开始想要赢 讲完完也就没有180 真的说不过去 应该差的不大 我看是你 给人家长сыл 都不可能 还不得了 这都不可能 不可能 我只是带来 也很难 好难 不过挺好的 没有补当成功的挺好的 就186呗 我们超过186 超过186 忽兰的说唱 那主要得看他了 所以起码能给他们拉下来40多分 拉到负本